清晨五點多 住家一樓停放的汽車 突然起火燃燒 火勢越燒越猛烈 橘紅色火蛇不停往上竄 所有人都嚇到 趕快起床 汽車突然起火燃燒 先趕快確定車子狀況 直見火勢越燒越烈 濃煙窜天 消防隊員趕緊布線控制火勢 其他的自然啊 油車 事情發生在台南市北區 二十四號清晨五點多 一處透天錯明宅一樓 突然傳出汽車起火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消防隊員貨爆趕緊前來滅火 汽車車體幾乎燒毀 連房屋也被燒得焦黑 屋主一家八人 當時有的受困於五樓等待救援 還好最後都有及時脫困 汽車停放在騎樓 卻突然起火燃燒 還好沒有人受傷 但也真的嚇壞了 詳細起火原因還要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得來慣張城山山台南採訪報道